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兰 欢迎来到民主真心 那么这个土耳其跟以色列就断交了 以色列宣布从土耳其召回所有外交人员 而且已驻土耳其的大使删光了所有跟土耳其相关的社交媒体的资讯 那么跟沙特的恢复关系陷入僵局 跟伊朗处于高强度敌对状态 跟世俗派的老大土耳其现在又断交 跟自己的友邦埃及又拿这个炮火设计他警告他 一时间搞得乱七八糟 那么现在呢 宣布战争进入下一阶段 泰泰尼亚胡加沙境内行动会持续很久 以色列总理泰泰尼亚胡28日宣布 针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已展开第二阶段 以色列军队已进入加沙境内 目标为摧毁哈马斯的政治军事能力 并将被俘虏的人质带走 综合外媒报道 泰尼亚胡以色列战士只有一个目标 消灭哈马斯 确保以色列存续 先前遭到突袭的惨剧永远不会再发生 丹亚胡强调 以色列人将面临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役 加沙内部的战争将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我们才刚开始行动而已 我们将消灭来自地上和地下的敌人 目前还有大批人质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 丹亚胡表示 他已经和人质家族谈过话 并向家族发誓 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让他们的家人返回家园 这个话呢已经听出来滋味了 发誓让人质返回家里面 那这是他的 大家要有明表 加沙地面行动 这不是他的目标 人质回家是他的目标 那现在我看到了 哈马斯说 愿意就同以色列就换福进行谈判了 那对丹亚尔胡来讲 这一次最大的任务 就加沙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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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无所谓 人质先放回来 那哈马斯既然要求同意谈判 就说明以色列方面已经跟他开始接触了 就是要谈这个 哈马斯就是很明确 在巴勒斯坦 在以色列的 监狱里面的巴勒斯坦人全部放光 所以人质全部都可以回家 他是这么一个 他是这么一个套路 所以说现在这个 中东啊 我看到网上搞了一张图挺有意思啊 俄乌在这打 美国炸叙利亚 这个巴以冲突 在这个中东地区 印巴冲突 缅北啊 在中国边境这里在打仗 中国国内呢 双十一啊 百亿补贴 电商 大战 哈哈哈哈 啊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这个欧亚大陆啊 到处吗 炮火连天啊 到处炮火连天啊 所以我就讲这个 啊 也特别比较逗啊 特别比较逗 所以你说这个局势是不是 是不是很动荡 相当动荡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美国 在那天 以色列被摧毁那么多坦克的 这个大背景之下啊 所谓第一天联合国决议以后 进入袈裟去打 不是死了很多人 死上一大片 啊 其中 顶在前面的 国不起来啊 顶在前面的 是五千名美军 啊 五千名美军顶 顶在这个前面打 但是我们这次也看到 美军啊 也不怎么样 啊 因为他从伊拉克 阿富汗战场下来的 有作战经验的这些美军 都这个 都在这个乌克兰 被打光了 啊 在乌克兰被打光了 现在在乌克兰 因为没有经费 没有弹药 啊 现在呢 这个整个乌克兰东部 顿捏斯克啊 要被彻底 被俄罗斯攻占了 啊 然后雇佣兵全跑完了 啊 对吧 然后现在在这个 以色列这里打上的 这些美国士兵 都是些杂牌军 啊 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 看这个美国大兵啊 在那换弹 弹夹 排队一六 换弹夹 这换弹夹 啊 我看他那个换弹夹 我有点想笑 就那个枪拿 拿在这里 那个弹夹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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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不进去 然后卡卡上去了 我在想你 他妈真的在打仗 你在站当他妈 你这样 卡卡卡卡卡 这样这样子 卡 你这个兵能打仗吗 现在美军呢 本身就是 军队国家化 他也不像中共 啊 解放军 武警是这个 啊 党国的 对吧 当他是党国的呢 那这处于是四家军 那他这个 待遇各方面养呢 就 就是养这个兵 待遇方面就不一样的 要维护维护统治 对内对外维护统治的 他这个待遇就不一样 但是那些讲军队国家化的那些地方呢 他就是那军队那都不是自驾人 对吧 还要防范这个军队 突然间发动这个军政变 把他们都给赶下台 本身对军人的待遇呢 各方面就不是特别到位 现在在美国当那种 当这种囚犯 乱七八糟 杂七杂八的 社会边角流 还有一些中国要去投靠美国的一些华人 持这个F类签证的 也去他妈的加入这个美军去了 就是为了想留在美国 当高端的美国公民 对吧 也有这些很多这些 中国社会的这些垃圾边角料 也加入这个美军 也他妈的必须在那里面 去搞这些屌事情 一个一个的 你觉得这能打仗吗 对不对 是个人 是个人形动物 都给他安排进去当兵 你能打仗吗 而且你要知道 你到袈裟去打的 你派这五千名美军 你到袈裟去打的兵 你要挑出来是什么兵 他说他搞 他妈的两千多海军陆战队 这让我感觉到 这本来就是他妈的 这本来就是不对的 海军陆战队 是他妈的抢摊登陆的 是打这个夺岛和他妈登陆战 玩的 像我们这个习近平去 是他战江的海军陆战队 司令部 那是抢摊登陆的 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素质是很好 但是你抢摊登陆哪呢 你上哪去抢摊登陆去 是不是 你别忘了一种兵种 叫步兵 步兵是干嘛的 步兵就是打成是向战的 还有从这里面再细化出来 特种作战的这种 现在如果讲银群作战 或者叫特种作战旅 特种作战大队 对吧 战术突击营 都是这种部队过去打的 你弄那么多海军陆战队 干嘛呢 对吧 你又不是说在这里打什么这种抢摊登陆战 你需要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的他的使命 他就是抢摊登陆 以及对先期战场的阵地的 这个维护 那你还有这个空通部队的 空降还有空降这个坦克 空降转架车 空降这些兵下来了 他每个 他的 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在加沙打的 你不是说派那些 你就是派步兵过来 就跟俄罗斯在派那些车臣大兵 车臣大军去打马里乌布尔 那个城市巷战 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要靠步兵 单兵的 不然的话 你部队 你所有的军队最大的建制就是步兵 你要这些步兵干什么的 你就是这个时候去打加沙 但是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他为什么打不进去 打这么吃力他妈的 装备这么先进 因为他的战术 本身就有问题的 你要进去把哈马斯消灭了 你不应该大规模的轰炸 你搞得这么 全都是残缘弹壁 全都是瓦砾 你去消灭个屌 你上哪去消灭 你进去 你自己进去 你自己行动都不变 一堆残缘弹壁 哪一块石头下面是他妈的地雷 对吧 还有我们讲那种土话 讲那种非地雷 只要碰到引线 他妈的你上 你就是个死 是不是 你哪下面是个地雷 你走在哪一边 给你挂一根铁丝出来 一凑到马上就爆 你牛逼你就不会退出去了 还进入袈裟 一会儿击毙 一会儿击毙什么海军指挥官了 哈马斯空军指挥官了 你知道你在离那么远 你打死他 他叫哈马斯空军指挥官吗 是不是 这么爱吹牛逼 所以你说这个利库德集团吧 这帮人啊 我已经感觉到了 为什么说他们 他们是标准假犹太人 正犹太人是那些哈瑞迪 那些是正犹太人 而且他们长相都跟那些阿拉伯人差不多 留人生活习惯都差不多 但是 我说过他们这种行为 包括这个 可萨犹太佬 这个斯坦因 来中国 偷敦煌的这个东西 进决古城的这些东西 这给我感觉到 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什么 我感觉 这帮 就当年啊 这个五湖乱华的 这帮五湖啊 后来 后来这个 这帮五湖不是被这个 阳间 也都给驱逐了吗 或者说他们 一帮一帮的 都是被这个 被这个驱逐了 在不断的驱逐的过程当中啊 他们不断的向西迁 他们来到的位置 就是经那个 在乌克兰这个顿巴斯 这个这一带 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东欧平原 这个地方 中国以前古代 几乎所有的这些 湖人 都被都被赶到 那个地方去了 这就是可萨国的 这些人员的 这些构成 他这个可萨人里面 我看到这些 我看到他们这些 一个个这些人种啊 包括利库的这些人种 他这些人种啊 都是我们以前的湖人 我们叫五湖是什么 叫匈奴 鲜卑 低 枪 节 五湖 乱华 他全都是湖人 那我今天看到这个整个 以色列这个利库的集团里面 这帮人 他的这个长相 他不是很统一的 所以说 可萨韩国 他说白了 就是这一帮东西 抱穿取暖 在那边建立的一个政 一个政权 最终呢 是信了这个 就是归一的这个犹太教 假装归犹太教 但实际上信的是撒旦 那么他们这种 嗜血的这种状态啊 他不喜欢抱他自己 死了多少人 他从来不抱 死了多少平民 从来都不抱 他老喜欢抱 怎么把袈裟给炸 西八两 怎么杀多少人 这种行为 再加上他们又 又说有信这个宗教 但他们宗教也没说 让他们去杀人啊 所以说这个里面 就让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这个魏晋南北朝的 这个时期 你看啊 那个非常残暴的 这个石兆帝国 他有一个就是 我们讲这个后兆 石兆帝国呢 他这个皇帝呢 一个是开国皇帝叫石乐 后面呢 是这个石虎 那么他们都信这个佛图臣 佛图臣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僧人 啊 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僧人 叫佛图臣 一个大师 你说 但是他们这 数字两个啊 包括石虎 他自己的孩子啊 那些一个个的那些 那些这些 太太子啊 什么石灰啊 这些东西的啊 他一个一个的 都特别喜欢什么 吃吃能肉啊 屠臣啊 试杀啊 然后一边呢 又信了这些 这个教 信了这个佛教 然后你再看 这后面 这个后勤 这个羌人所见的 这个姚 这个姚长 所见的这个后勤啊 他儿子这个 姚兴啊 对吧 都得到了 纠摩罗石啊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信佛教的 啊 后来你看这些北魏 什么拓跋啊 对吧 这些拓跋士 都是他妈信佛教的 啊 整个这个北方政权啊 对这个佛教的 这个推崇 是达到登峰造极的 这就是说 但是他们做的行为 又是违反 无聊天下 违反这个佛教教义的 啊 所以说 这个一个现象 就就就很有意思啊 就说明了 他们只不过是 以一个宗教 为一个 为一个幌子啊 他没文化 他强行要炫这个 这个这个文化 强行要搞一种啊 精神依托 啊 这种行为 不就像现在很多人 他妈那个逼着 做生意也好 或者 平时作恶多端的啊 然后呢 要去信佛 那做生意 他妈到处坑人啊 骗人钱财 他他来的 就喜欢信佛 就跟你说那些 在棉北搞诈骗的一样的啊 把他给骗了 或者怎么杀了人了 然后在那也在那拜佛 你说讽刺不讽刺 对吧 你看那个 孤注一掷里面 不就是吗 啊 对吧 这个王传军 他拍的那个 在那拜佛 那拜佛视频 还被很多人给模仿 妈的 很油腻 啊 所以说这就是说明 一个什么事 就说这些人 他有的时候 他拿这个宗教 他 他是打了宗教的幌子 在那里 这个作恶 然后说自己要去找救赎 说明他们这个心里 也害怕很多事 也怕很多事 所以说呢 而且这个利库德集团 他信仰什么 这个利库德集团啊 他信仰 希姆来 希姆来是什么 党卫军总司令 盖世太保 头子 啊 他没有任何政治理念 啊 那个小胡子 有政治理念 啊 虽然说是邪恶的政治理念 但是这个希姆来 他没有任何政治理念 他就是嗜血 啊 而且这个希姆来 长得 那他妈的那个长相 是日耳曼人 是德国人吗 啊 我怎么感觉像东方 东方过去的 欧尤亚平原过去的 那那种长相 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很很神奇啊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观看